荔枝春象造成許多農災 而姐姐正工所謂的防治荔枝春象 日前特別與業者前往施放貧富小蜂 希望藉由生物防治法 來解決荔枝春象所造成的災害 貧富小蜂本身是一種軟寄生蜂 它會去寄生在它們的一個軟裡面 所以它會去尋找荔枝春象的蛋 然後把它的寶寶藏在蛋裡面 然後寶寶會吃荔枝春象的蛋長大 所以我們是用這種方式 讓它從源頭去減少 就代表說荔枝春象它纏得軟 會被這種貧富小蜂吃掉 然後它們一袋一袋的數量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然後我們達到生物防治的效果這樣子 寄生蜂它其實很小 然後它長得很像螞蟻 但是它不是螞蟻它是一種蜜蜂 那它的生態就是 剛剛講一樣寄生在蛋裡面 它雖然是蜂但是它不會去盯人 先議員陳昭玉指出 所施放的貧富小蜂 會鑽進荔枝春象的軟裡面 進而達到防治的效果 荔枝春象過去這兩三年 讓我們農民真的是愛生願債 所以我們就是頂童所 今天用最主題的方式 利用天敵的一個方式 我們的貧富小蜂來施放 它貧富小蜂它最主要的得性 就是它會去吃荔枝春象的軟 這軟如果能夠抵折 我相信就是能夠重耕來滅絕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自然的一個方式 千萬不要忘記 在釋放貧富小蜂的時候 在這個園區你就不能再放任何的 一個施灑任何的一個農藥 政公所所釋放的貧富小蜂 會分成四階段來發放 陳昭玉也提醒農民 在有釋放貧富小蜂的地方 不要灑農藥 避免造成貧富小蜂的死亡 無法達到防治的效果 記者邱平義集集採訪報導